哈喽大家好 那今天的影片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近期的一些消息 第一個呢就是 暴雪即將跟網易 來做個分手 那這個究竟會造成之後 在暗黑破壞神不朽的 相關影響有什麼呢 會在今天影片跟大家聊聊 以及在遊戲 年度的一個盛世的一個遊戲 大獎那目前暗黑不朽 也有入圍這個 最佳手遊在 這個2022年的這個大獎裡面 那也會在等一下的影片呢 跟大家稍微聊聊關於這個 大獎的相關內容 那我的頻道呢日後也會有很多 關於暗黑不朽的相關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呢一定要記得訂閱 開啟小鈴鐺喔那如果你覺得今天影片 有點幫助的話可以點擊 超級感謝給我一點鼓勵喔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首先的話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暴雪跟網易 確定要分架這個消息喔 它是新聞大概是在 11月17號的時候呢 開始釋出流出來的 那我們現在秀的這個網頁呢 是參考4gamer4gamer的一個新聞網站 那這邊的話可以看到它的這個 遊戲的這個新聞上面寫說 爆雪於17日發表官方的新聞稿啊 等一下也會給大家看一下新聞稿內容 表示與中國網易的授權合約呢 到2023年的1月23日 也就是說還剩兩個月的時間呢 那影響的遊戲呢包含 魔獸世界如實戰役 魔獸爭霸 鬥陣特工 星海爭霸 暗暗破壞神3 以及暴雪陰霸等等 全數將暫停在中國大陸的遊戲服務喔 欸那這邊的話呢 其實有看到喔 他沒有提到的是暗黑不朽喔 那暴雪表示呢 大概2008年以來呢 暴雪跟網易簽訂授權的合約喔 那但是呢 暫時他覺得雙方未能符合暴雪運輸原則 對玩家員工的承諾喔 所以將在明年的1月23日 就直接終止喔 那其實網易這家公司呢 是主要是做手遊嘛 那這個暴雪其實是從PC端啊 或是像是Xbox等等的喔 來做起家的一些平台端喔 所以我在想啊 在手遊上面的話 通常是做了一個是高報酬 然後短期生命的一個部分對不對 那暴雪這邊可能是 之前有常常經典的遊戲 這裡面往往會有一些的衝突 跟行銷的理念不一樣啦 我想這個可能也是導致喔 他可能他們會之後想要分家的一個原因喔 那這邊有表示啊 說欸其實暗黑不朽呢 因為有專屬的開發以及發行盒 也有所以是唯一不會受影響的產品喔 但是呢 過了1月23或是未來暗黑不朽 因為其實在中國的國服這邊上市 也是在今年的七八月的時間嘛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過了一年之後呢 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喔 這個我們可能可以靜觀其片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喔 越往下喔 這邊可以看到這個是 算是暴雪的一個聲明稿喔 他說欸 各位親愛的暴雪遊戲玩家呢 感謝大家這14年的里程喔 那這邊的遊戲呢 將在1月24號的凌晨0點喔 終止營運喔 那暗黑不朽呢 就是沒有在這個部分喔 暗黑不朽沒有在部分 但是這邊有提到 像什麼暗黑不朽三 星海爭霸 魔獸爭霸等等呢 都會終止合約喔 那我想這個部分呢 就是可能到時候會影響 是之後可能會有很多 就是中國的玩家呢 跑來亞服跟大家一起玩喔 那整個亞服的熱度呢 可能會在網上升高喔 那不知道你們對於 看到這個消息的一些想法 會是什麼 那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 股票方面喔 第一個的話受影響 因為畢竟暴雪的公司 呃的規模其實蠻大的嘛 那網易我們來看網易的這個影響 這個大概是網易的一個股票的一個市值喔 那這個消息是在17號的時候公布的嘛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其實 網易在17號之前喔 大概是一路來到了 而股票來到市值大概是114塊的一個港幣喔 但是在公布這個消息之後呢 一路下跌到了100塊喔 那這幾天的時候又再慢慢的回升喔 那所以說其實確實受到了這個很大的影響喔 大概這個跌幅喔 大概15%左右吧 在七八月的時候那個時候呢 大概是暗黑不朽上市的時候 大概是六月多喔 六月多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是國際幅上市嘛 欸這邊有稍微拉抬了一點 那這邊為什麼會下跌呢 其實原因很簡單呢 就是因為那時候公布 中國的這個伺服器要比較晚開幅喔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網易的股價就開始往下跌跌跌 然後大概維持在140幾點左右啦 那近期一個很大的一個下跌 也就是因為報雪決定要分家 所以我相信這個消息對網易來說一定是有很大的一個影響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報雪好了 報雪這邊的話呢 其實一樣喔 在17號公布的時候 他也是下跌的幅度其實也不小啦 那但是沒有像這個網易來那麼大 原本大概是74塊.35美金喔 然後這邊往下震盪到73 所以大概是差不多兩三趴的一個正幅 沒有像網易來的這麼劇烈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近半年的這個 動勢暴雪的一個漲幅好了 那我們從這個原本的話 他是大概是國際幅的話 大概是六月多的時候嘛 然後這個時候開始上市喔 那時候公布暗黑不朽 欸這邊有一點拉抬一點點 然後到六月多國際幅上市之後呢 欸這邊有慢慢的一直往上漲 然後七月多的時候輪到亞服嘛 再來是國服的上市 所以這邊其實一直在八月的時候 大概是國服的一個上市啊 然後呢衝到了最高點喔 那一路開始下滑 一路開始下滑 然後到近期的話大概是 落在74塊美金左右喔 那可以看到他最高點大概是來到82 然後呢現在大概是73 所以大概整個今年的這個股市的走向 大概是落在差不多10%左右的一個震盪範圍內啦 相較起來感覺網易受的影響呢 還是比較劇烈的喔 那不知道你們對於這個東西會怎麼看喔 那我覺得啦 如果說以我自己的觀點 對未來暗黑不朽的話 如果說這個部分呢之後呢 他完全不會有任何要分價的話 我相信應該影響不會很大 尤其是如果大家之前有注意到營收的部分的話 其實暗黑不朽在國服上面 所貢獻的這個營收額是非常非常劇烈喔 可以說國服所貢獻的這個營收額呢 大概就可以相比所有國際服的差不多喔 所以等於說其實國服所貢獻的喔 中國的部分所貢獻的一個營收 差不多等於現在暗黑不朽將近一半的一個營收額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的話 網易跟暴雪在暗黑不朽應該不會有太快的一個分價啦 那這個是第一個近期一個很重大的消息喔 那當然因為其他遊戲也都分價 相信因為暴雪是一個公司嘛 所有的遊戲應該會想要有一個統整性 跟同樣的一個策略 或是未來想要再主打哪一個 那如果說所有的遊戲現在只是暗暗不朽在網易手上的話 那我想在這個策略上面呢 勢必也是會有一些不同調的地方 所以這個部分呢我們之後就在靜觀其變喔 那我想如果之後 有有沒有可能 可能國服的玩家之後 會得需要來到雅服玩這個就也不知道 但是國服有很多系統上的東西其實是跟雅服不同的啦 那這個是第一個消息喔 就是很大的消息 暴雪要跟網易來做分價喔 好第二個部分呢是關於這個遊戲界的一個大獎喔 叫做Best的一個Game The Best Game Award 那這個東西呢是什麼喔 我們可以看一下喔 其實這個是每年的時候都會舉辦的這個 The Game Award 它有點大家可以把它想像喔 它就是遊戲界的一個奧斯卡 那今年的話會是在12月8號喔 那會在美國的洛杉磯所舉辦 那線上的話呢其實應該也是可以看的喔 那這個獎項呢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大概是成立在就是20 我們來看一下它這邊喔 它大概成立是2014年的12月5號喔 所以大概都是每年12月的時候 那它其實會分的這個獎項的類別呢非常的多喔 它可能會分就是年度的遊戲啊 未來期待遊戲或是美術設計最佳遊戲 最佳敘事喔 原生最佳音效或是輔助或是獨立等等的喔 還有就是影響力啊動作冒險遊戲 以及就是最佳的手機遊戲喔 所以它其實裡面還有包含PC的遊戲 或是說像是一些平台喔 PS2啊、Xbox、Switch等等遊戲 會在裡面一起做競爭喔 所以可以說這個換是遊戲界裡面 這個非常重視的一個獎項啦 那這一次呢其實在手遊的部分呢 有入圍的這個獎項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在手遊的部分呢 其實有入圍的這個遊戲呢 其實也不是只有暗黑不朽一個喔 我們來找一下就是 Mobile Game 這邊 這邊大概是有這五個遊戲喔 那我們來一個一個看喔 這五個遊戲呢分別是什麼喔 第一個的話是Apex英雄M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 再來是這個Marblesnap 那這其實就是就是這個遊戲喔 那這個的話應該是近期的話 應該在台灣我也有看到它的一些廣告啦 那不知道大家可以玩玩看 它是一個就是漫威英雄的一個卡牌遊戲 它是一個卡牌遊戲 那如果之後我如果有時間玩的話 那覺得不錯玩那應該也可以介紹給大家 那再來的話就是暗夜不朽 永生不朽 這個大家應該很熟啦 那幻塔原神喔 這兩個其實一個幻塔對不對 這個一個是這個是幻塔 然後一個是原神 這兩個遊戲相信大家不用做太多的這個介紹 對不對 因為像原神這個遊戲呢 一直被認為說是測試手機的一個效能 最好的一個遊戲喔 因為它裡面的整個布景啊等等的 其實是非常的一個炫麗的喔 那其實會非常的吃手機的一個效能喔 那這個的話算是可以讓大家進來投票啦 所以如果說你們今天呢 想要覺得這個 覺得暗夜不守不錯的話 想要投票的話 你們其實可以進來這個網頁喔 那這個網頁呢 你就在Google上面打thegameaward.com 然後進來呢 你就可以來到這個類別裡面點擊手機遊戲喔 那就可以投暗黑不朽一票 那不知道大家 你們看到這邊 你們對於暗黑不朽的表現呢 就是能被例如說 欸前 在2022年算是前五大遊戲 手遊的一個提名呢 你們有什麼感想喔 那我個人的感想呢 我覺得其實暗黑不朽這款遊戲就是 它算是真的做得不錯喔 那算是還原暗黑破壞神 原本在PC端的遊玩的一個行為是蠻高的 但是因為在進到手遊之後 難免就是要進到一些課金的系統嘛 那所以往往會讓玩家可能覺得 有些地方有點不公平啊 或是說欸無耳無課玩家沒有辦法好好體驗遊戲 但是我個人覺得啦 近期其實官方對於任何的一些大家有反應的部分 譬如說副本一開始只能四個人組隊 或是說一些獎勵不太夠的話 其實是有慢慢在做調整喔 那當然也希望官方可以更聽到玩家的這個聲音喔 不然其實它的副頻其實也蠻多的喔 那總結的話 我個人是還蠻喜歡暗黑不朽這款遊戲啊 其實我玩到現在呢 也還沒有玩Near 只是因為時間上的那個近期比較忙喔 所以就確實有比較少在玩這個遊戲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款遊戲是真的好玩 那我目前的話應該還是會繼續玩下去喔 那其他款遊戲呢 我比較少碰喔 像原神啊或是幻塔等等 那或是這個漫威的相關的卡牌遊戲 你們如果有玩覺得這五個遊戲哪一個最好玩呢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呢 我們可以一起來討論討論喔 好啦那以上呢 大概就是近期發生的一些事情喔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不知道你們有什麼看法 我們也可以一起來交流喔 那謝謝你看到這邊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大家掰掰